中阴身是否必须满四十九天才能投胎转世 还是在四十九天之内 任意一天都有投胎转世的可能 对的 四十九天是值大多数 也有少数 不到四十九天 他语言成熟了 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 还有少数 四十九天到了 他还不去 还留在中阴 甚至于留在中阴好几年 耐至于好几十年 这很少数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他对世间有留念 放不下 比如说 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 他很喜欢 他的庭院很喜欢 舍不得离开 他死了之后 他中阴身 他不去投胎 他还住在这个房子里头 这就是我们世界呢 大概中国外国都有 所谓鬼屋 为什么他没离开 或者他有喜欢的东西 就嗜好 放不下 他喜欢的东西 你要古万 舍不得 他也不离开 读书人 舍不得那些书本 也麻烦 所以佛教给我们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可以欣赏他了 不要有占有的念头 不要有控制的念头 这个控制占有的念头 很强烈 往往会造成这个现象 一个造成的时候 你死了之后 灵魂会守在这里 不去投胎 对于自己身体 要很爱惜的时候 放不下 很可能变成什么呢 守施鬼 那个守施鬼就是 他不离开的坟墓 他认为坟墓的身体是他 他舍不得离开 往往经过很多年 真的他才会离开 这些常识 也都需要知道 但是他者 那么你的歌 他能光顺ive 淡那一道 爹 同一 给玩 workouts 和 be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